演艺圈大气晚成的六位男演员 个个都是实力派 有人演戏几十年52岁才出名 直到今年才爆红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男演员都是谁吧 第六位 有本昌 初入演艺圈的有本昌 曾经只是那春晚上一个小小的雅剧演员 却因为纪公一脚成为人们口中的大明星 这一年 他已经过了五旬之灵 迎来了他演艺事业的巅峰 这不是他演过的第一部戏 但却是他演的第一个大人物 为了让自己活灵活现地成为纪公 有本昌可谓是清尽心力 纪公一波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有本昌的名字成了人们口中的代名词 一个疯疯癫癫的纪公深深地烙在了观众的心中 那一年 他已经52岁 可这并没有成为他追逐梦想的绊脚石 在这之前 他演了整整79个小配角 纪公是他演的第80个角色 也是他迎来的第一个大角色 有人说他是大气晚成 但有本昌并没有因为年过五旬而气馁 反而更加顽强地追逐这心中的艺术梦想 不随波逐流 成名之后 他的机会越来越多 片约不断 为了排演红一法师 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筹措资金 不仅如此 他还正式剃度出家 法号成培 这部话剧演了超过100多场 一直演到了80多岁 他完成了一个艺术梦想 如今 他已经迈入90高岭 虽然不再登台 但他依旧保持着乐观年轻的心态 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第五位 张义 1997年 张义踏上了通向北京的梦想之旅 怀揣着成为演员的渴望 然而 与他俊秀的梦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因为长相频繁 他屡次被剧俗冷落 但张义丝毫未因此气馁 反而坚定了当演员的信念 默默努力着 经过漫长的十年等待 机会终于眷顾了张义 士兵突击 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块里程碑 使今班长的形象深深烙在观众心中 然而 这并非他唯一的光辉时刻 而是崭新起点的开始 尽管在众多作品中 张义多是扮演配角 但他并未因为角色地位的边缘化而漫不经心 相反 他对每个角色都倾注心血 苦心研究 七十多部作品的积累 让张义的演技日益诈实 呈现出独特的表演风采 终于 在《我爱我的祖国》中 张义以一个平凡小人物的形象 深深打动了观众 泪水在影院中涌动 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 为了塑造角色 张义竟然减掉了整整15斤体重 这份投入与付出成就了他事业的新高峰 电影热播后 张义的戏约越来越多 角色的分量也日益加重 而今年的电视剧《狂飙》 更是将他的演艺事业推向新巅峰 张义 如今仍在不断前行的演艺之路上 毫不停歇 盘点《大气晚城》的六位男演员 实力一个比一个强 早年却一直不温不活 第四位 李雪剑 李雪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老戏骨 而是《大气晚城》的代表 26岁才踏入影坛 1990年 他横扫荧幕 先后主演了经验全场的《渴望》 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焦玉露 尤其是后者 为了彻底还原角色 老李可是狠下了苦功夫 瘦了整整二十斤 蓝考的群众见到他都惊呼 太像了 他也凭借这部影片横扫荆棘机奖和百花奖 收获双料影帝 可谓一战成名 别看他谦虚有礼 得奖时一脸低调 说苦和泪都让焦玉露一个人给瘦了 明和力却让傻小子李雪剑给得了 要论演技 老李早就风神级别 而感情路上 老李和妻子于海丹才是真爱的代名词 两人出十余 夏天的经历 走过了近四十年 却先有绯闻传出 爱情依旧甜蜜如初 当他获得年度终身成就奖时 整个明星阵容都起立鼓掌 那一刻 荣耀和尊重都汇聚在老李身上 这位演技派大师可不是随便出来混的 四十年来只拍过一次广告 不沾综艺 更不炒作新闻 他的座右铭就是戏大于天 用自己的骨穴来演戏 一切荣辱都交给角色 与世无争 第三位 尼大宏 近几年 尼大宏频频登上迎评 虽然岁月不饶人 但他却是个大气晚成的典范 深深地烙在观众的脑海中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最引人注目的一步当鼠 都挺好了 剧中 他扮演的苏大强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让观众对这位老戏骨刮目相看 尼大宏的脸 自带故事感 大大的眼带 不寻常的发际线 仿佛一个刚毅的老头形象 如今 他在剧中那句我要喝手抹咖啡 更是成为网友调侃的素材 显示出大家对他在剧中的演技的高度认可 当然 他并非只有都挺好一部作品 之后的作品被网友调侃 演什么都像苏大强 这并非无道理之言 或许正是因为他每次都套用同一套表演方式 瞪眼 面无表情 导致观众在不同的剧情中看到的只是一个苏大强 虽然尼大宏音都挺好 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 但在之后的作品中 观众却很难再找到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这种不愿意深入人物心里 执意没守成规的表演方式 或许会让观众逐渐失去耐心 将他过去的荣誉和名声渐渐抛之脑后 你知道大气晚成的六位男演员都是谁吗 总算是苦尽甘来 第二位 张嘉义 1987年 高中毕业后 张嘉义顺利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然而 毕业前夕 老师又一次泼来冷水 声称他的形象过于狭隘 前途渺茫 遭遇如此沉重的打击 张嘉义被迫返回故乡 加入西安电影制片厂 在这片厂房的光影中 张嘉义度过了近20年的默默耕耘 他参演了无数部影视作品 却始终默默无闻 有人看出 他走路时总是驼背 挺不起腰 原因竟然是年轻时为了演艺舞打戏 竟然舍身直接在水泥地上摔跤 最终换上了强植性脊炎 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代价 然而 命运在2009年 为张嘉义打开了一扇窗 那一年 他携手海青 文章主演的电视剧《卧居》 掀起轰动 剧中他以备受争议的 宋思明一角斩露头角 终于走红 电视影评上的张嘉义 如同星空中的流星 瞬间引爆了他演艺生涯的巅峰 接着 他与比他小时六岁的 江书颖携手出演 《一扑二组》 两人在剧中演艺了一段 惊心动魄的感情戏 再度引起观众热议 紧接着 张嘉义相继出演了 《白鲁园》 《少年派》等影视剧制 一步步奠定了 他在影坛的地位 张嘉义 他的演艺之路 如同一场波澜壮阔的电影 曲折跌宕 驼背挺不起腰的少年中 成为荧幕上的巨星 在40岁之前 他默默无闻 但正是这段岁月的坚持 铸就了他的辉煌 第一位 张颂文 17岁才刚刚脱离高职的校门 张颂文就开始了 他不平凡的求职之路 出入社会 他在印刷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而命运捉弄人 他很快被裁员 为了维持生计 他曾在餐馆端盘子 奔波在销售领域 生活贫困 经济压力山大 张颂文只好晚上购买便宜的蔬菜 苟延残喘的度日 尽管遭遇颇多波折 张颂文始终未忘出现 怀揣着演员梦想 决定报考北颖成为他迈向光明的第一步 在北颖的求学过程中 他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学校的青睐 甚至受邀留校授课 2005年 他的才华在成龙快序中 得到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 随后 他相继参演的 霍元甲等剧同样取得了教人的成绩 为他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 尽管有诸多佳作 张颂文似乎总是在一片红火中默默无闻 即便是在隐秘的角落中 秦浩和刘林的火热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可张颂文却在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 直到今年的狂飙 他终于走进大众的视野 在剧中 他扮演的高启强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爽文大男主 笑里藏刀 既温柔又狠利 观众跟随他一步步成长 被他推向深渊的剧情让人欲罢不能 在心里的执情下讨论